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就是您申請註冊帳號的部分 原則上填寫完了必須要等到就是長官這邊幫您做核准的 這個帳號才會生效 那麼我們先從這個個人訊號表的部分我們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先用測試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進去 OK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會在所謂的個人平衡表管理這裡 個人平衡表的管理這邊 你可以就是從這邊進來 那以後呢您所填寫每一季的這個平衡表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那如果呢您進來之後 沒有就是還沒有看到的話呢可以從這邊 就是你還沒有填寫過的話可以從上面這裡 所以本季的平衡表填寫從這邊直接填寫您的個人平衡表 那這個內容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像我們剛剛講的您在這邊的話 如果有上一次已經有上一次的資料 可以直接從這邊打開 那因為現在暫時還沒有 所以這邊就沒有秀出來 OK 我們再往下 在這邊 我先貼測試的 好 這個地方我就先把它填進去 那如果說您可能暫時只填了兩個項目 沒有關係我們到下面這邊 會有一個草稿暫存 好 那存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 您就可以看到 目前你的是屬於草稿暫存的 所以你還可以隨時來這邊做修改 甚至是刪除的動作 刪除的動作 如果有需要的話 假設您假如就是留 留存一份 做備份的話呢 您可以直接把它印出來 原則上這個內容就會跟您之前 就是之前的手稿是一樣的 之前那個修寫的部分是一樣的 好 那我這邊就進來 再把它填寫完 因為這七個項目是必填的 所以如果您有一個沒有填寫 要正式送出也會不行 好 這邊會告訴您說 您的評論表的話 填寫不完整 一定要請您先填寫完整之後 才能夠送出來 好 我這邊就已經全部填寫完了 那這樣就OK了 好 現在呢您可以看到 這個狀態已經變成是送出的 那麼 後面的這個動作 你就剩下只能看了 就不能再改 好 這個部分就不能再改 好 那我現在呢就用 課長的帳號 我們再登錄一下 OK 那進來之後呢 那課長的帳號呢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回復同仁的一個個人評論表的部分 從這邊進來 他就有看到了 這裡 目前的狀態 有兩個已經填寫完了 好 就這一季的 這裡就有兩個已經填寫完了 那所以就從這邊點進來 來做回復或者是推薦的部分 假設一樣做回復的話呢 從這邊進來 他可以看到 好 那科長的部分呢 主要是針對後面三項 後面三項來做平衡 一樣 我把這個測試資料 我先把它填進來 好 假設呢 這邊沒有填 沒時間填 我們先抄稿暫存 一樣 都是相同的 所以現在呢 回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個 你已經 就是 直接打到這邊 他是 已經是抄稿的 那另外一個還沒有填寫 好 那我就把它送出了 OK 這樣就出去了 所以現在呢 您可以再看到 這裡 這個 在這個部分 掌管這邊 就已經OK了 相對的 這個時候就只能檢視 不能再做修改 不能再做修改 好 那 我這個呢 我再把 那 還有一個 這裡 團人的帳號管理在這邊 我們剛有提到就是 如果有新的團人進來 有新申請帳號 或者是 比如說他可能有做 資料的 異動的部分呢 您可以從這邊來看到 這裡有更新基本資料 還有這個 機關異動的 甚至幫他做停權的部分 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來使用 那 基本資料的話呢 從這邊進來 只能幫他改幾個 幾個相關的 這個 比較基本的一些資料 那 一樣 都會有提醒你 就是如果你要幫他做 機關異動申請的時候 記得 有提出申請之後 這個帳號 就會暫時不能使用 就會暫時不能使用 OK 那 機關異動在這邊 就 看他原本 比如說這邊是 人士出的跑訓科 他如果要轉換到別的地方 看他是轉換到哪一個顆 我這邊把他轉換到 創新育成中心 走出 那 這個都一樣 都會再提醒一次 這邊 OK 那 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邊 他的 帳號狀態 現在就是 變成 所謂的這個 轉換中 因為你已經幫他做轉換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轉換中 變成轉換中 那也沒有辦法再用這個 這個人員的 帳號登錄 好 那這個是在科長 跟對那個個人平衡表的部分 個人平衡表 那麼科長本身的這個 團隊平衡表也是一樣 跟剛剛的那個個人平衡表很接近 好接近 這邊呢 這邊呢 要填寫的話就上面的第二個 填寫團隊的平衡表 進來 這邊我就一樣把測試資料把它放進來 好 一樣科長還是可以暫存 草稿暫存 或者是直接送出 這邊我就直接送出就好了 好 那如果這個畫面沒有看到最新的 您可以按一下重新整理 好重新整理這邊就會更新出來 因為已經送出了 這邊就已經把它送出了 這時候就只能看不能再改 只能看不能再改 那我現在呢 再用我們的那個 副處長或副局長的帳號來登錄一下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一樣 就是 這個是 我看看 這個是科長 看一下 OK 那麼在副處長或副局長這邊看到的就會比較多 好像我們剛剛在檢辦裡面所看到的 在這邊的話 他就除了個人的 承辦的人平衡表 還會有就是有記證啊 專員市長和秘書 這幾個的 這個 平衡表的管理 那一樣 從這邊進去 他會看到就是 我們機關裡面的這個統計資料 會像這樣子 會像這樣子 會像這樣 那所以 他也看了大概 哪位 他比如說個人填人 直接長官還沒有填人 副處長或副局長這邊 他就 不會先做處理 因為這個 要等到 他們都填寫完 這邊送出才可以 所以其實 您可以發現大概 大致上的流程 會像我們剛剛在檢報裡面 給各位看到的這個畫面 都是相同的 那 我再用局長的部分 這個統計帳號管理 這裡也是一樣 像我們剛剛就有一位 是屬於 新轉 轉出或代審的 轉出或代審的 那長官呢 直接長官 或副處長 副局長 或局長呢 他們在這邊都會看到 有一個 你有做轉出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做 這個轉入的 可以在這邊 在這邊接受轉入 或者 萬一他真的弄錯了 就是從這邊做取消狀態 取消狀態 那他就會被退回原來的 如果你按了這個之後呢 會告訴你說 他會被退回原主機關 可是障礙會先停掉 先確認一下 到底是不是 是發生什麼問題 這樣子 就是 溝通好了 到時候再由原來的 原機關的長官 再幫他重新啟用這個帳號 好 那我就再用這個 局長的這邊 登錄一下 好 那這裡呢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副 我們剛剛課長有填這個 團隊平台表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團隊平台表的部分 這裡就可以看到 因為裡面呢 我們總共有建兩個 科室的帳號 那所以裡面一個有填 一個沒有填 從這邊 從這邊可以看到 那 因為剛剛有填的 我們剛剛用考訓科的 這邊填出來 可是因為副 處長或副局長這邊 還沒有做回復 所以這個 只能先看到 但是 不能先做回復的動作 那回復的方法 其實都跟 大致上都跟之前的一樣 所以 我想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就是到時候要等各位實際 回去操作的時候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相同的話 沒有 就 不再重複操作 比較不會覺得 太囉嗦 好 那我們來看就是 如果是那個 副處長或副局長 他們需要填寫 所謂的 團隊平和表 那個 最難的六大團隊跟個人的 好 那我現在用這個 副處長的 帳號分路了 我們來填這個 最佳六大團隊跟個人的 一樣從這邊 就可以去找 好 假設我們在這邊的話 給企劃科 這邊點選下去就可以了 直接 直接點選就可以了 那人的部分一樣 人的部分就從下面這邊 好 一樣可以草稿暫存 最後呢 如果 OK的 就是直接送出 直接送出就好 直接送出就可以 那這個呢 是 關於這個 最佳六大團隊 那單位廠 親戚廠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只是 畫面上 會多的 可以有三個附件的部分 有這三個附件可以讓你 直接去做上傳 直接上傳 那原則上一個附件 就是最多實美感 最多實美感的部分 好 那如果您的單位是在府內的話 府內的話 因為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 在您連線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給大家看到一個那個網址 在這邊 這個網址的話 如果您是府外單位 用這個網址點 會比較 就是 就OK 但如果是府內單位的話 可能 會有一個內部IP位置 192.168 那個詳細IP位置 可能 我們到時候會公布在網站上 因為您如果在府內的話 用那個IP點 會比較快 因為 你透過這個的話 它等於變成是 又連去外面 再繞回來 所以速度會慢 速度會比較慢 這個是 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的 那 基本上其實我們主要的一個內容 差不多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可能剩下了一點點時間 我就 交給我們那個 承辦人 我們請他來 跟大家做其他的說明一下 那如果說您 會後的去使用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透過我們 上面有那個 聯絡的播放 或者跟我們承辦人 蔡先生這邊 再做接觸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大家 來參與這個 這個系統的說明 那我首先 我們先 為這一季 一定要先 這一季 馬上你們回去 就可以先上網 評寫 那 剛剛回憶 有幾個問題 那個代理的部分 那系統上 我們會再討論 那現在在如果 你們剛好 幾度搜索 是請假 長期間沒有人跟我講 那我們才從後端 調整他的角色 那我們 副局長就可以使用 這部分 可能要馬上跟我聯絡 那第二點 那一個 剛剛所講的那個 標準的時間 那我們 連結下方時間 是到 這個月底 那我們會 有一個 就會拉長一點 這個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會拉長 好 這個部分 這個回憶 那另外回去的時候 馬上回去的話 一定要 協助局長 因為那個 系統已經 借制局長 跟 副部長的 那個 帳號已經建好 那他的 帳號是 剛好是內 就是他是個人的內 還有他的帳號是 身分證字號 那能 然後我們 承擔回去 指導局長 登入 他的密碼是 身分證字號 那回去可以自己改 可以自己改 這個部位 以上 還有其他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到此結束 那很感謝你們 來這邊參與 謝謝